外面观能看到哪些结构呢 我们也先从模型上大家熟悉一下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是炉底的外面 这是前 这是后 能看到哪些结构呢 首先大家看这个 这是上合的牙齿 如果牙齿都把它扒掉以后呢 在上合骨里边形成了一个骨巢 叫上合的牙巢 这个呢是口腔的顶部 口腔的顶部 有额骨 还有上合骨一部分 这个叫切牙孔 前方的 这个就叫鹅大孔 鹅小孔它没有做出来 因为模型不太好做 这是前半 前部 前部我们再看 把它往前移一点 我们看一下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有两个孔 中间有一个骨性的隔 这个隔叫鲤骨 它分隔了两个孔 就是我们所说的鼻后孔 鼻腔后方 通烟腔的这个孔 叫鼻后孔 然后两侧 两侧 这是跌果 这个一凸 一凸 这个相当于斜坡的下面 斜坡的下面 我们下面的看到孔列 这个揽圆孔 是通下边的 季孔 通下边的 所以揽圆孔和季孔 另外这两个孔叫破裂孔 破裂孔 我们再看外侧 这块有一个关节窝 这个关节窝啊 就是构成下颗关节的 那个关节窝 前方翘起来的这个骨性隆起 这叫关节节节 由于有了结节 使这窝更深了 有利于关节的稳固 所以关节节节 这个叫下颗窝 再向后内侧看 这两个骨刺叫净凸 后外侧 这两个抽搭的骨性隆起 叫鲁凸 耳阔的后下方 我们能摸到 这是枕骨大孔 枕骨大孔两侧 这块有两个比较大的关节面 这个关节面啊 叫枕骨科 它正好和环椎上关节面 构成了环枕关节 我们在这呢 还能看到一个孔 叫净动脉管的外口 净动脉管外口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净内动脉啊 直接上升 到净动脉管外口进去 然后在这个方向 里边的骨性管里走 最后在破裂孔的上口 进入颅墙 所以它 这个叫净动脉管外口 破裂孔的上缘呢 相当于内口 相当于内口 所以主要结构 大家记住这么多就行了 这个看到的是全宫 那么大家再往这个方向看一下 这两个是框下列 框下列